哈囉,我是Jaymi 哈囉,我是莉莉,我們是 阿米安東莉 今天要來聊一個很刺激的話題 沒錯,什麼話題呢? 呼呼呼 葉琴 一夜琴 一夜琴的女人拿らないための方法 第一個是愛得彼女的距離を送 我覺得這個故意保持劇 我覺得這個超級重要 這個一定要 你根本就是你可以呈現碎後識別的狀態 我以前跟那個交換學生以前在宿舍的時候 然後美國人剛分手 然後我可能陪他談心之後 然後我們就親起來 然後他本來想要 對對對 但我沒有人生的經驗沒有那麼豐富 我不敢 其實我沒有討厭他 我還蠻喜歡他 隔天馬上就傳言 你說昨天你怎麼了?你還好嗎?什麼什麼 類似這種的 然後後來 對,我換了大吉 他就是立馬傳說 你可不可以忘記昨天那件事情 就是不可以忘記昨天那件事 然後我就說好啊 那時候我還有稍微在小手上 我就很明顯 他就說不應該傳這一條東西 對 第二個 我以為你 是屈無人的 デートをする 就是 白天見面的意思 好笑 可是我覺得這支裡面最有 最 應該我可以 對啦 約不出來就是不行 對,約不出來就不行 可是我覺得這樣 這個方法也不錯 就你可以試嘛 等於他如果約不出來就是 不行啊 但如果現在約出來中午 但是最終還是帶去 後面又要麻煩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但是好像有點難 不是 這樣不行 這樣你就可以要浮正 這樣你就是很容易變成 對啦 你要浮正 你就要先想辦法先 去除性格 第三個也很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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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說只有第一個有用 其他就算了 但是我還是說一下 第三個是 讓他覺得你好像會是一個好女朋友 對 這樣子 有的時候我在跟男生聊的時候 我覺得男生有的時候會 他們中的招確實是 類似這種 我有一個自稱大條的後輩 他就說那時候 他在跟他現任老婆聊天的時候 老婆有說 他們在勾工 然後老婆第一天就說 他覺得不需要搬婚禮啊 然後就覺得這個人好好喔 他完全就說中邪惡 所以是有用的 譬如說你可以就是 是有用的 就是說 我今天自己做午餐吃了什麼東西 對 這個也很容易 對 所以他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對 或是就是你很 casual 你不是 對 第一個 日本男女 他就是不想要 你說 你是我一生的最愛 然後 蛤 就 整個臉僵掉 蛤 他們在講什麼 然後有一個大家引起爭議的就是 明明是男生策劃一個非常棒的 然後送禮物送環節 然後真的讓女生很感到的女生就說 然後男生就 就嚇到了 對然後就醒了分手了 好可怕喔 哈哈哈 因為其實我覺得 做 驚喜的 也蠻有味的 對啊 我覺得就是差不多了 我可以啊 很可怕 可是 確實艾斯德爾這句話 有一個 殺傷力 對 但是直接這樣分手 也太可怕了 對 對 但是 就你不能表現說好好好 欸如果跟我在一起我們會很開心 我不會管你要在幹嘛 你想要來找我 就只要玩家做自己的事 就可以做自己的事啊 的那樣子的感覺 他就會覺得 啊 怎麼可以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扶正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做到這樣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不這種人 你就是還是 放棄扶正好了 對啊 不然就會想好了 對對對 好第四個情說 輕鬆的提出交往的請求 但是其實我知道他想要說什麼啦 你看 你看這句話也是有點 他自己寫說 不是很可怕嗎 就是他又有個試用詞 好奇怪喔 我們試著超好 看看啊 せっかくだし超好笑 我不知道他在せっかく什麼東西 但我覺得他可能要表達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要 想要跟他提出交往的 建議好了 可能就不要那麼的就什麼 你可能在這樣 對對對 可能不要寫什麼告白信 不要在什麼情人節 這樣不行 就是好接你 他都白天出來跟你約了 然後約了三四次了 又都在家裡去看電視 Skia Demire 這樣子 的話他感覺說 貿易喔 對 就這樣有可能 對這樣有可能 對 可是如果是那種 欸 你們把事一晚來 然後你真正正的快 就覺得 就好 嚇到他關哪裡 你就想很多 但對方可能愛理不理 他可能就覺得 可能還可以再一次的話 就是 你知道有這種人 可以成為 對 對 對 那個女生可能會想說 他可能不知道我喜歡他 那種人真的很有趣 就是你很喜歡一個人 還是別人會知道的 他做一個很棒的告白 然後他寫信啊 什麼什麼 在這年代還有人做這種事嗎 我覺得信就是 寫一書就好了 哈哈 哈哈 這四點呢 後面三點跟第四點 我覺得就是 寫緣 第一個重點就是 你如果真的 真的想要付正 就是都不要聯絡他 就這樣子 你唯一有可能 有任何競爭要試的 就是你們兩個搞不好 愛秀還不錯 其實還滿重的 對對對 那如果愛秀不錯 然後又個性不 不… 不…不爾摸帶的話 那覺得… 那就覺得也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對 你要想他的one line 是不是代表說 他現在過得很開心 對啊 他為什麼要為了你 我們現在就來告訴 大家有什麼例子呢 在家裡 喝酒 烘發 烘一烘就 烘到床世界 喝酒 喝到床上去的事情 對 他是一個大學生 而且我喜歡你的標題 常常發生的 對啊 真的 真的超常發生 他是一個大學生 嗯 然後他就是說 他在 他的那個 打工的前輩家 喝酒 耶 大群人去了之後 可能其他人先回去 對 可能其他人先回去 對 然後那個女生 可能就是 喝開了 就留下了 然後要睡覺的時候 因為只有一個床 床 所以那個女生就說 他就睡地板 睡地板 對但是因為 我覺得男生當然不可能 讓女生睡地板 不是這個就是 你如果真的要讓女生 你就讓女生睡床 我睡地板啊 當然 這就是 這就是一個手法 這就是一個手法 對 他就說 他這個PO文呢 就是說 他就說 我一起睡了之後 結果他就親了過來 然後 然後 我覺得有點尷尬 然後我一直說 不要 但是 其實 說實在的 我好像覺得那個前輩還不錯 所以就直接做了 就是 就在 就直接做了 這不是真的很多 很多 對啊 有很多女生是 因為在學生時代 就是他們可能會 煮飯或是什麼的 就像Sakuru 他們可能就會去某一個人家裡面吃 我那時候的朋友就是 睡便了 整個Sakuru 然後他都沒付飯錢嗎 不是不是 是他煮的人家 欸他這個人 怎麼 整個free又折冰啊 那個人是他的 興趣 就是 就是 有一些時候就是 你會覺得 但是 有種人欸 有人真的是都吃得下去 對啊 對啊 對可是女朋友應該是 就是他就是有那個打算 我覺得應該有 他就是有那個打算的人 跟他沒有那個打算 那不然他說 那個Sakuru 可能不太 就是 聽不出來欸 那所以他出的Sakuru不一樣嗎 他有那個 有新的 那出的Sakuru比較誰招嗎 如果是他自己 就是有那個心 他就可能會主動不約人家 但是沒有那個Sakuru 可能就是啊 就在一個殘化車說 欸這個誰誰 上次去你家 那我要去 然後他就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一直繼續去 喔好啊 在什麼時候 對 他們真的非常的賴 他們真的真的 喔好啊 然後就來啊 然後就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 之前我光好在哪裡講 就是因為我覺得 日本人大學的時候 他們也覺得 那他們人生唯一開心的時候 對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進公司 就會每天都很不開心 對 那事實也是如此 對 所以就想說 那何必 可見過進去 而且他這個讓我一開始以為他是跟男生做的 而且他這個讓我一開始以為他是跟男生做的 我也以為 然後後來我就看太懂 然後 終於 了解了 他這幾公斤的 超重女 巨女 巨女的 潤滑油 潤滑油之旅 他是 他是 對 他是去 聯誼 他可能就覺得其實 今天的那個 man是不是很 很 理想 就是 他就是 反正走人 真的太差 所以他的前輩們 都走了 所以他前面就先回去了 然後但他那天就是 真的 真的 非常非常 他有時候就覺得很喜歡 你不就直接去 soup 就好了 幹嘛 一定要 他想要 洗 他想要洗都 他想要洗 ollen 他想要洗 他想要洗 隱大 他想要洗 他 人 上 他 人